既然抽档很多 对不对 那抽档就有高 有中 有低 还有更低 对吧 还有地上 对不对 我们来先扔一个平的 好 我们先首先来把拍子放在这个位置 对吧 好 来给我扔个平的 好 这个球就会有点高 对不对 因为它这个球刚刚的位置是在这个位置大概 我在这里 我拍子在这里去抽 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我这个拍子往后一拉一发力 它这个球肯定飞了 那如果球在这边 对不对 那我中心要低一点 来再勾一个 看见没有 这个球就是平的 对吧 好 那还有更低 对吧 好 来再勾一个 这也很平 对吧 好 还有什么球 哪怕它到地上了 我什么跪在地上 当然打球不用跪的 来 你好 这也很平 对不对 所以说你想啊 那个球如果要平的话 你要时时刻刻保证 你再跟球在一个平衡点上 它哪怕在地上了 我恨不得趴在地上了 我也要跟它在一个点上来给我 这就是很平 那这个就考虑到我们什么 在不停地移动当中 要怎么能找到 每一下子球的位置都是一样的 那是不是就要不停地保持移动 好吧 我希望我们俩在训练当中 你们能够通过脚步移动 重心调整 让你们的每一排球 都跟那个球在同一中心上 让那个球更平更快 对 好球 更低一点 对 来更低一点 对 好球 做得很好 你看这个球都很平啊 很好啊 但是失误率也有点多啊 来 走 对 好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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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 高的 对 你看高的这个就慢了吧 重心调整 在球飞过的时候要调整好啊 来 走 对 调整快一点 脚步不能停 对 再快一点 好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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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球 刚刚很明显 这个反拍这个球 重心就比那个球高 所以刚刚那个反拍抽飞了 来 回放一下 大家看一下 好 来 刚刚反拍高了 对 跟它一样 对 跟它一样 别起 对 更低的也是一样 别起 对 这就很好 这几个球就非常好啊 好的 要学习 不好的习惯不要有